語言並不存在在字的level 這是我用英文翻的 對 Language doesn't exist in the level of words 對 你看你會背了整個日文字的 你還是不會日文 對 所以語言它所存在的 是在一個結構裡面 而且每一個語言是 讓你去理解世界的方法不一樣 然後接著他們訂的促轉條例 給予一個機關 一個龐大的幻想出來的 修正歷史的權利 等到它應該要日落的時候 又把這些權力上綱 融合到整個行政院的體制 這是你們現在在立法院 還時常得要奮鬥的那個部分 今天也很重要的 這中間另外的兩組的配對 都是女性的候選人 那國民黨這裡 他們放了郭台銘作為一個策略 我覺得我們其實也應該 有個女性候選人來做對比 因為看起來非常明確的 這個侯友宜在女性候選人 那邊差非常遙遠 但是我不認為 只要女性 她就是合適的候選人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鄉民監察院 我們今天為您請到的特別來賓 是我們前立法委員雷茜 也是我們現在的 複聯會的主委 雷茜女士 其實我很少稱雷茜為這個 前委員或者是主委 我很少稱這樣的稱呼 我最主要稱呼雷茜的時候 我常常都是講學姐好 為什麼呢 因為雷茜她是我非常崇拜的一個學姐 所以要不要學姐 先跟觀眾朋友打個招呼 然後我們來從我們的年輕開始談起 好 那個桂民委員好 鄉民監察院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這個節目呢 我們特別請到這個雷茜前委員 最主要這個原因呢 其實就是像我剛剛前面所提到 我跟她呢 她一直以來呢 在高中的時候呢 我就看到她美美的 很帥氣的倩影 個子又高 那我們知道就是說 雷茜呢 她除了在這個外語的能力 非常非常強之外呢 我們知道其實應該是亞裔的 在這個全美的主流的媒體上面 是第一位 第一位非常非常優秀的 也為我們台灣爭光 那除了在這個國際之間之外呢 回到台灣呢 當然就是從這個專業的人士 突然呢 跟我一樣 我也是就是說原來是專業的 這個國際的律師 然後跳到一個政治的這個領域 我們兩個其實有不同的這個心情的感受 但是跟一般的政治人物來講呢 其實差異性其實是還蠻大的 所以今天特別請到這個學姐來呢 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現在有很多的這個年輕朋友 跟我們那個時期呢 其實有很大的一個差異性 那當然呢我是希望就是說 可以透過學姐的這一些的經驗 怎麼樣子從年輕 然後走到今天 我覺得在北宇女的時候呢 我們的那個經驗 最起碼我個人的經驗呢 可能跟很多人不一樣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上生物課的時候 那個生物老師 他是這個魏安哥裡面的這個主角之一 我們上生物課 我記得老師跟我們講的說 不准把書帶回家 書是在學校唸的 回家就是要玩 就是你要好好享受你的這個年輕的一個時光 學姐怎麼看 在20歲之前的 不管是高中也好 大學也好 你的這個經歷 這些的經歷呢 對於你未來的人生 它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跟我們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我非常高興 貴敏能夠提到她的生活老師 因為很多人都誤以為 我們這些所謂叫做小綠的人 都是很書呆子的讀書人 那我當時不但是書沒有帶回家讀 我在學校也沒有好好讀 如果你記得我在學校走來走去的話呢 我覺得那個時候的我 在非常狹小的空間 因為北域女管的很嚴 在那個非常狹小的空間裡面呢 試圖要去掙脫 有點像是個孫悟空這樣 所以我從高一開始翹課 從高二開始呢 每節都會被訓導書叫去罵 帶著我們全班去學 各種各樣的好玩的事情 然後只要是禮拜三或禮拜五呢 我們一定是全班在重慶南路 囂張著唱一路的歌 然後到火車站 上火車去淡水在海邊 對著海狂吼 所以我的北域女歲月 跟別人想像的都完全不同 那樣的我們是在那個時候 對於給你很多置顧的這個制度 做一些小小的反抗 那我覺得這個小小的反抗的精神 一直到今天 還是我們在此時此刻的台灣 包括桂敏啊我啊 我們都還在堅持自己 所相信的理想 然後做這些小小的反抗的 很重要的動力 沒錯 其實北域女的我的印象 就是說真的是跟一般人認為說 北域女就是書呆子 完全不同 完全不一樣 那翹克呢我應該是高三的時候 那我比你早一點 那你比我早一點 那我跟你學習 因為我那個時候的印象呢 雷倩呢就是很飄逸 然後我記得你個兒還蠻高的 然後瘦瘦高高的 然後每一次走的時候 我都看著這個很戴著 不穿裙子只穿長褲 很羨慕的這個眼光 看著想說 我將來就是要像學姐這個樣子 我記得從來我都沒有稱呼 你是雷委員 或者是 都是稱我學姐 都是稱學姐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在高中時代的這個印象呢 它既有的印象就已經留在那裡了 那我覺得就是一天的學姐 她就是永遠的學姐 更何況是一個值得敬佩 而且是值得就是說 效仿的一個對象 那談到高中的時候呢 其實我在別的場合裡面有提到 為什麼孫悟老師對我的影響 非常大的一個原因呢 就是我們 他教我們就是書一定要在學校念 其他東西就不要帶回家了 然後回家就是去玩 那我記得我們上生物課的時候 那時候去到陽明山上去採圖馬鐘啊 然後我已經忘掉這個 到底是什麼的那個名稱嘛 但是那個 那個就像很小很小的魚一樣 你把你用刀片呢 把它尾巴切開來的時候 他會 他老師就是教你 讓你用實際上面體驗的方式 而不是說用背的一個方式呢 來解決 來了解我們的整個大自然的環境 那剛剛學姐有特別提到的就是說 好 這個高中的一個教育的方式呢 它對我們的這個影響 其實是真的蠻大 就像學姐剛才前面提到的就是 因為你的這個企圖呢 要讓對於整個很封閉的一個社會的體制之下呢 你要掙脫它的這些的一個束縛 能夠把你的這個理想呢 能夠實現 可是我要提到的一點就是說 您能不能也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剛剛除了這個北女之外 我相信在台大 我知道您是台大外文系的 那個時候台大外文系基本上來講是 我們那個時候應該是儀祖第一志願嘛 它跟後來的這個分的這個不一樣 在我們那個時間點的確是這個樣子 那你考到 如果你高中成績太差的話 你也不太可能會考上這個台大外文系 高三一年一整年 高三一年一整年 所以我們大概還蠻雷同的 就是高三的時候我也開始念書了 但我的翹課呢 是事實上是從家裡頭開始翹課 因為我就直接跟我媽講就是說 我今天不去學校 那用現在的名稱的話 你就變成一個自學生 現在的體制裡面你是可以自學的 對 那我們家裡頭剛好就是說其實也蠻開放的 我媽不會講說 不行 你一定要去學校上課 我都會告訴她理由 為什麼我今天不去上課的一個原因 當然就是高三的時候要準備 這個大學的這個聯考嘛 那您是高三的時候開始準備 然後考上了這個台大外文系之後 可是我們知道就是說 你在台大的整個的一個生活的這個環境裡面 這個受教的一個環境 然後到你將來你出國之後呢 為什麼你又到了這個媒體界 然後又能夠甚至能夠到這個主流媒體 因為平常講從我自己個人嘛 我記得就是說我們不管英文是從這個初中開始念 然後呢即便到出國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字我們都知道 那我記得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到美國的時候 第一站的時候 那去麥當勞的地方 然後呢這個他就問我說 here to go 然後 here 我也知道 to go 我也知道 go 你也知道 對 here to go 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我就不知道 然後我就愣在那邊愣了半天 然後我想這三個字是什麼意思 那所以呢 我覺得應該要講就是我們在整個的教育環境體制之下 我們少了讓我們的這個年輕朋友呢 他在他的受教的過程當中 他真正的去體會 除了字面上面意思含義以外的 他的譬如說一般的用語也好等等 所以變成就很多東西 當我們自己出國留學的時候 碰到的時候 你在從等於是等同從零開始了 那我覺得這個學姐的經驗呢非常寶貴 是不是也是跟我們年輕朋友分享一下 從你這個20歲的 我們講20歲的雷倩 然後到你這20歲到30歲 你怎麼樣在一個洋人的一個世界裡面 能夠成為他一個主流媒體的一個重要的一個角色 剛才這題目真好 我本來以為他要去講我們現在要做雙語國家 那個時候呢你就會發現有多少的孩子 他連到麥當勞都會產生問題 如果看到政府的所有的法律制度跟規章的時候 整個一定是一套亂的 如果沒有配套 那我們回頭去講一下人生吧 我的初中初一初二成績非常差 初三念了一整年考上北英女 高一高二成績非常非常差 高三念了一整年考上台大萬文系 大一大二大三成績非常差 因為我的老師說為什麼這個同學都沒見到 他很忙 因為我有很多進入台大以後呢 我無論是在像颱風社啊文青社啊 就是有很多外面的尤其是寫文章的朋友最多 然後在社團裡面呢高中是有一批人他們在救團活動裡面救了我 因為我在學校反抗的那段時間非常的痛苦 所以有很大的自卑感 然後很分數極俗俗 覺得說我就是不要去念你們台大 就朋友們呢來救了我以後 我就覺得我要把當初幫助我拉了我一把的那種精神 帶給下一代的人 所以我在救團也有很多的活動 從國內的到國外就是國際營 所以呢成績非常非常差 到了大四我就想這個成績怎麼樣去申請學校啊 那肯定沒有什麼機會的 所以我從那個時候開始呢 很認真的跟朋友去寫論文 包括在中央研究院的私語文 應該是私語文 對 都還有發表過論文 然後有翻例了一兩本書 寫了和編了一本書 所以我是拿這些東西去申請我的學校 Annabert School在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呢 是應該是傳播理論中間最好的學校 所以我的院長跟我們說 你們是全世界千分之三的學生 可是在這一學期結束之前 你左邊或右邊的一個同學就會消枝 你就知道那個時候的壓力 因為我的同學有碩士的有博士的 有英國大使的孩子 他們不是講的英文我聽不懂 是他講的東西我聽不懂 譬如說他開始說 Let's talk about Honeymooner 你知道什麼叫Honeymooner 可是你沒有看過那個當年 專門在講種族中間的 兩代之間種族態度的那個電視劇的話 你就不知道他文化的意涵是什麼 所以我常常跟朋友講說 我們念文主的念理論的孩子們 在美國的困難不是你英文聽不懂 是你文化跟不上 你沒有二十幾年 因為你沒有二十幾年 跟他在同樣一個文化裡面生長的經驗 譬如說今天一個外國人到台灣來 如果我們跟他講星星知我心 或者是長白山上 你講大家知道我們年齡 如果我們去跟他講當年的那些劇 對於整個社會的衝擊的話 他聽不懂的 因為他沒有那個文化經驗 我們現在在這種經歷之中 所以回頭去講你給我的題目 我從一個聽不懂沒有文化經驗的孩子 要在一年之內 或者一學期之內 不然一學期不是左右就有一個人要消失就我嗎 所以我要在一學期之內很快地去趕上 所有這些文化內容 我要了朋友給我的一個很簡單的黑白電視機 每天下午都是重播那些60年代 70年代的黑白電視節目 我看電視 我看廣告 我看所有的我能夠找到的文化內容 然後在一年之內給自己挑的每一個論文題目 都是美國文化 就是說我可以去寫亞洲文化 但是我挑了美國文化 逼著自己要快速地走到那個世界 這個快速學習的能力 後來在YouPay我一直當的是方法論的助教 也是傳播社會學的助教 就是一個理論的架構 跟你快速學習的方法論 成為我後來去ABC 六年之內 我在ABC一共待了十年 六年之內從進入的那個entry level 每一年我都升一個工作 獲得新的任命 然後在六年之內呢 獲得了總公司讓我去做更新的一個世界 就是對數位那時候叫做互動媒體 以及新的策略發展的一個負責人 這一段靠的全部都是學習能力跟方法論 所以從一個外國人變成一個本地人 這就是我的經驗 無論在哪裡 在美國是如此 後來從美國到新加坡 我也是從一個外國人 我希望我所居住的地方 我都是個本地人 所以我要很快很快是沉進入那個文化 然後去學習它的規則 文化是有規則的 這全部都得利於 我自己以前在研究所的一二三年 念了社會學 人類學 數位的就是那個量化的方法論 直化的方法論 人類學方法論 就是靠這種去快速的觀察 學習 抽取那個裡面的規則的這個能力呢 讓我在美國的媒體後來去做 國際財經跟投資 甚至像你說的我們回到台灣 一開頭進入台灣的政治這個圈裡面 也有很多需要快速學習的東西 靠的都是同樣的一個基礎 是學習的能力 其實簡單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說剛才在學姐所提出來的這些經驗裡面 其實我有蠻深刻的體會 因為應該很像 很像 很像 對 尤其是在這個美國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那個時候 大概就是說第一年的時候 它是刷掉三分之二 所以你會感覺到說原來一個課堂裡面滿滿的人 結果等到第二年之後 因為它裡面刷掉最主要我們是 因為我是學法律的 它有一個legal research跟writing的部分 它就砍掉了這個三分之二的這個學生 所以它的競爭事實上是很激烈 可是對年輕朋友來講 我覺得有一點很重要的 剛剛學姐正好是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實我們在整個的學習過程當中 並不是說別人幫你安排好的課程 然後現在我們的這個小孩很容易 其實我們那個年代也是一樣 如果說你是只有把學校的部分 你是只有就是說念學校的部分 只是為了要應付考試 能夠考上的話 那將來你再申請學校 因為國外的標準其實是完全不一樣 它希望你能夠接觸 譬如說它在這個application裡面的內容的時候 它就要你講說你參加什麼樣的一個活動 所以我們聽起來的 事實上就是學姐在整個的求學的過程當中 你的策略其實是非常非常廣的 但是我們提到 可是剛才我覺得蠻有興趣的一點是在哪裡 我是剛好跟學姐 我們還是有差異 學姐也是比我優秀 所以我一直都對你很崇拜 你講得太客氣了 因為念法律在外國念法律是非常非常困難 對 但是我去念之前 其實我在台灣的時候 我念研究所的時候 我其實已經幫我的指導老師 代理他很多課 我在淡江 在政大 你知道他反正在大學裡面的課 大概都是我去幫他帶課上的 所以我還蠻有經驗的 對 因為那時候我是他的研究生 可是我真正要講的部分的內容 是學姐在對人生的部分 因為我剛剛提到一點很重要 就是說觀眾朋友年輕朋友 尤其不太能夠了解的一個說 比如說我們剛剛前面講的例子 字它有它字面上面的意思 可是你必須要去體會它 所以像很多美國的這個笑話 為什麼大家聽不懂的原因 就是說因為你不了解 它的這個背 背後它的隱含的這個含義 所以你會同樣的這個節目 秀出來的時候 那可能他在地的人會聽得就很高興 就會笑啊什麼的 可能其他雖然你每個字都聽得懂 可是你不見得知道 我記得我在這個 Baker在這個當律師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的這個律師 就是associate他們來 尤其我們做那個security transaction的時候 所有的文字 文件 當然都是厚厚的一疊 我的律師就跟我講說 Stacy啊這個 每一個字我都認得 可是它串在一塊兒 是什麼意思 它就不知道 我說你念久了之後 你其實你就知道 因為它大同小異 你最痛苦的 大概就是第一次第二次的部分 你記得我們那時候啊 我覺得你台大外文系 我真的很佩服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查 我記得我去美國留學的時候 我們每次要看 每一天回家的Simon 大概有一百多頁的 每一課一門課的Simon 那客氣了 我在ABC工作一天看五百頁 你太厲害 五百頁 我跟妳開玩笑 我們一門課 單純的一門課 它的Assignment就有100多頁 就有100多頁 因為它還有 因為它是case嘛 所以它裡面的這個 然後我光是在查那個字典 以前我們還沒有像這個 你輸入之後 它就告訴你什麼 像手機線 以前我們都是翻那個字典 都已經快要翻爛了 這個我要插一下嘴 一定要教導你的觀眾朋友 語言並不存在在字的level 這是我用英文翻的 Language doesn't exist in the level of words 你看你會背了整個日文字典 你還是不會日文 所以語言它所存在的 是在一個結構裡面 而且每一個語言 是讓你去理解世界的方法不一樣 很多人會跟我說 那個雷姐 你看事情想事情有點不同 因為我是用兩個語言去想事情的 我用英文想事情的時候 我不翻成中文 我用中文想事情的時候 我不翻成英文 所以有的時候 必須要翻譯的時候 我就會卡住 但是每一個語言有它的結構 它理解的世界不一樣 我到了高中三年級 完全不開玩笑的 我買第一本字典 高中三年級以前因為太懶惰 所以就是不會的字我就越過了 那後來發現那叫自然學習法 就是你要提醒大家的 那現在還有一個 我趕快花點時間跟大家講 有一個新的學習法 因為我們後來不是說 聽說要早於讀寫嗎 那在聽說早於讀寫的時候 就是一直重覆 再重覆 現在一個新的學習法就是 你聽一遍 腦子裡面過一遍 再說一遍 就是中間你要過一遍你的腦子 而不是只是這樣的學習 那我覺得今天為什麼會談到這裡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受限於我們的學習方法 受限於我們習慣的這種方式呢 反而使我們的世界越來越小 所以我們不是一直在講的是 怎麼樣讓你的世界越來越大 怎麼樣掙脫你身邊的這些置固 這些限制 那去用另外一個語言 完全用另外一個結構去理解世界 包括我們現在的政治文化 如果你看同樣的字 你在台灣的意思 跟在美國是不一樣的 我們今天講的民主自由人權 今天在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 跟在美國的是一樣的嗎 不一樣的嘛 所以說能夠用另外一個語言 去理解它文化裡面的那些意義 其實對於現在台灣的孩子 或者是跟我們一樣的人 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功課 沒錯 我剛才為什麼會提這個問題呢 其實我想到 剛剛雷劍講的這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你在思考的時候 你其實就是要用在地的這個語言 在地的這個想法去思考 因為這個呢你又提醒我 我有一次我記得我在那個Stanford演講 那一次是我的人生裡面的夢夜 為什麼呢 我以為是高光時刻 受邀去Stanford演講 是一個非常榮耀的事情 當然是highlight 對 然後呢結果呢 因為我太緊張了 你知道就像你剛剛講的一個重點 你絕對不能夠用翻譯的 我一開始的時候呢 就是等於是因為你太在乎了 太在乎之後呢 很小心 很小心 就反而是非常非常糟 你知道我講那一場呢 是我在人生裡面講的 而且是在Stanford 你可以想像嗎 反而是我講的最爛的一次 你知道 應該是你的對自己要求太高了 我相信貴敏委員沒有講爛的時候 結果後來啊 後來就因為你已經爛了 你知道就是後來的時候就放下心之後 就沉澱之後呢 然後它就會順了 你知道 所以如果你是用翻譯的方式 你先把中文想好 然後再想說你要怎麼講 我覺得它肯定不會講好 因為你結構就錯了 對 但是如果你直接思維邏輯上面 直接用英文的方式 你直接去想 然後直接去表達的時候 它其實就會很順 所以這些的東西呢 正好提供給我們的年輕朋友做參考 因為現在的社會呢 它是一個國際的社會 它是一個網路的社會 它已經不是一個封閉的社會 那從這個剛才學姐提到 我再不講 這就跟你跟我的經驗來說 都很重要 因為一個年輕朋友 如果你想成為一個國際人的話 你也必須要脫離用中文翻譯 因為不管你工作的環境 你的同事 或者是你需要去做的任何的表達 都必須有更多的當地在地語言的能力 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 我在回台灣的那段過程中間 別人會說 你真的很假仙 很假仙 因為你在台灣長大 為什麼你中文講起來會有困難 因為我20年沒有用中文想事情 我覺得多一點點 我覺得多一點自由的空間 這也是為什麼你可以發展那麼好的人 然後我覺得從這個地方就提到 我們可能對年輕朋友 年輕朋友 現在我覺得太多受限於網路上面的一些訊息 我在今天這個節目 其實也鼓勵大家 其實多看看國外的訊息 我們知道就是說這個學姐 可以給我們這些人生朋友建議 比如說像現在的局勢 跟我們那個年代的局勢 但是如果我們自己接觸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透過 現在網路這個無國境 所以你在網路上面有很多的部分的訊息 不要受限於其實只有中文的部分 你其實可以看看國外英文的部分 你其實可以透過這個看看別人怎麼看事情 別人怎麼樣子的分析的這個事情 與此同時 學姐是不是也跟我們年輕朋友分享一下 就是說你會建議 以現在目前的情況之下 在當提到我們都知道美中台關係 現在台灣突然在世界上面很紅 我記得我們那個時候很紅的這個原因 跟現在是完全不一樣 我們那個時候其實是 就是我們就是一步一腳印 就是一個台灣人背著一個包袱走天下 然後就是讓別人知道說 從70年代後期到80年代中期 是台灣真正在跳到世界舞台的一段時刻 是 因為我覺得 我還參加了這個 就是說這個VC台灣的經濟起飛的 因為我剛好是律師的關係 那時候回來剛剛好 對 剛好 就是那個timing是剛好 所以呢我參與了這個台灣的整個經濟 這個起飛的這個整個過程 那我記得現在 就是說當時跟我們一起的這個夥伴 現在大概都是台面上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個 你要講他電子新貴也好 或者他都不是 都不是自己的家庭的背景出來 都是白手起家的 因為政府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政策 讓他們有白手起家的一個機會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還做了國際的募資 我們在做國際募資的時候 我記得iBanker 很多的iBanker都很氣洋人嘛 他們就很氣 他們就覺得說 你這個台灣人怎麼能夠這個印股票 換鈔票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這個員工 員工分紅的部分 那透過這個員工分紅的部分 然後可以讓我們很多的 這產生了很多的這個電子的新貴 可是我們在今天呢 是剛好整個是剛好相反 現在國際上面聽到台灣的訊息 都是地表最危險的地區 然後都是negative的防疫的部分 零零種種 然後我記得他們 還有在這個紐約的這個朋友 跟我講說 台灣目前的情況來講 怎麼會還在這個 Times Square那個地方 還貼上台灣Can Help這個 所以怎麼樣子講 然後要不然就是台灣斷交啊 零零種種 你要不要跟觀眾朋友 跟我們年輕朋友分享一下 現在的國際的一個局勢 怎麼樣子對年輕朋友來講 他可以很快的截取到 一個很正確的一個訊息 他應該從哪一個角度來出發 你剛才講的正是我覺得 現在的台灣年輕人 很需要聽的一段話 因為我在大學裡面碰到的很多朋友 如果你問他你的夢想什麼 他們會一一的告訴我的時候 我都跟他們說 你的夢想可以更偉大 夢想偉大 才能夠成就偉大的夢想 如果自己的眼光 從頭就是在那些 自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他們會說 老師你們那個時候 三年的工作經驗就出來做生意 當董事長 我們現在根本沒有這種機會 當他們已經放棄了 可以去像你說著 拎著包在全世界 然後藉著人才資訊 尤其是你參與的新竹跟矽谷 華爾街這個連線 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貿易之島 科技之島 研發之島 這一段都是平常的台灣人 跟你我一樣受教育的這些台灣人 所創造出來的偉大 但是起因當然是因為他們都有夢想 那現在因為資訊非常非常複雜 我覺得他們的困難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當年是要找到資訊很困難 現在是要找到正確資訊很困難 就是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資料 每天爆炸式的衝到你的腦海裡 但是如果你自己沒有一個結構 譬如說貴敏是學法律的 你有一個很清楚的法律的結構 那我自己其實很多人不知道我在念什麼 我做過社會學 人類學 就是做學者 然後我做過媒體 做過投資 做過財務 金融 最後做政策 所以我做的這些事情呢 每一個都有一些結構 最重要的結構對我來說 還是我在研究所裡面的社會跟人類學的結構 去理解這個世界的結構 所以當你有一個很重要的結構的時候 它可以理解 它可以容許你從這麼這麼多的資訊裡面 去刪掉那些錯誤的訊息 擷取那些和這個結構可以慢慢的互補 支撐一張網的相關的訊息 那後面這一段就是需要你有方法論的訓練 所以自己有一個很清楚的結構 然後有一個很清楚的方法論的訓練 可以容許現在的年輕人 遨游四海 星辰大海 因為他們真的不像我們 你記不記得你看的第一本外國的雜誌是什麼 那時候就是News Week Time 對不對 現在它在網絡上打三個字 它可以看到任何非常多的智庫的報告 可是它要有自己的結構去判斷 什麼是真實的可信的 對於你的結構了解是有益的 這些是現在年輕人的困難 是他們需要去學的功課 第二個困難是 他得要克服自己的懶惰 因為太容易你就可以在 抖音上面看一百條狗的消息 因為我很愛狗嘛 你可以看很多很多的狗的消息 就是你一百條看完 你兩個小時過去了 所以自己可以很容易很安逸的去 在無限的網絡中間 找到這麼多東西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得跟自己說 Wake up啊 開始回來去讀讀書啊 去想想事情啊 所以我覺得我在高中大學那時候 非常自然的非常混亂的那種生活呢 也提醒了我到了高三要好好念書 到了大四要好好念書 初三高三大四要好好念書 如果你想要再走下一步 所以有時候要提醒自己一下 網路看完了要回來看看自己 可以讓你的結構更清楚的一些資料 對 所以簡單來講就自律也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有一個這個理想之外 然後要付諸這個行動 能夠去執行才能夠 尤其是你們念法律的實在是很嚴格 沒有 可是我覺得我們法律很有趣 你是快樂的嗎 對對對 因為你知道我們念Case Law 所以不光是自律 是要喜歡 要喜歡 要有興趣 大家想想看 每次我碰到別人的時候都跟我講說 你法律的好困難 你要背那個六法全書嗎 沒有人背那個六法全書的啦 去去找 對對 你看久了之後其實平常講 結構就有了 對 我記得你就會 法律是特別有結構的一個 對 你知道它是非常非常organized的 你知道 可是我想說 我們再回來談一下 我們那個時候 因為你也是留美的 我們那時候留學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我們要看看世界 我們要希望就是說能夠改變 我們成長的地方 然後台灣 所以那時候我們出國 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為什麼很多的人 那個年代很多人就是 決定就在美國留下來工作 然後有一些經驗 然後可以知道說實際上面 不是只有讀而已 因為你讀完之後你必須要真的去體會 你去practice 你才能夠真正知道它的這個精髓所在 所以 但那個時候除了美國 我覺得它還是等於是全球的精英的這個 匯集地 全球精英匯集地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你希望有個安定的生活 你希望有一個民主制度 你希望在一個自由體制之下 它是真正的就是以民為主的 那但是我們看到這個台灣呢 在過往的這個年代裡面 我們講說在我們的憲法裡面 我學法律的 我們在憲法裡面講的就是 我們是民主自由的這個國家 然後提到就是說 我們每個人的權利是平等的 不分這個種族性別男女等等的東西 它全部都是平等 可是我們從這個一路上走來 對於台灣的這個民主制度 尤其您是這個婦聯會的這個主委嘛 所以我們也看到整個在媒體上面的報導 其實你帶著這個婦聯會 一路上面的這個 對於這個不公不義的這個抗議 那當然我們也看到這個有 這個勝訴的這個判決 是大家看到勝訴判決的時候 我相信不是只有婦聯會的成員 大家就民眾看到的時候 覺得說你能夠在這樣子的一個 打著民主的旗號 那事實上是一個專制的 一個獨裁的一個體制之下 能夠堅持你的這個理想 是不是也趁今天這個機會 讓觀眾朋友能夠真正了解 我們婦聯會他所經歷到的 這些的過程跟他的這個不公不義 我在2000年回台灣的時候 其實我在1997年帶著外資回台灣投資的時候 我以為我要參與的那個國家呢 是已經完成了經濟轉型 將要繼續他的這個政治轉型 進入一個文明國家的那個國家 那那時候我以為我的角色 是帶著外資進來投資 當時我們的基礎建設 如果那一輪的募資成功的話 在當時會是亞洲最優秀的寬頻網路 會是第一名 後來當韓國跳上來的時候 我們就喪失了那個機會 因為韓國的基本市場比我們大 我們2300萬 他們有6000多萬 所以我們作為一個先驅的市場 作為第一名最好的國家那個機會 是我以為我回來要去參加的 可是當我回台灣的那一段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忽然之間台灣就急轉直下 好像你跑到了三壘 你本來應該要回本壘的 突然間轉頭往二壘跑了 就重新再活一遍 所謂的民主黨的黨外前輩們 他們所曾經他們認為奮鬥過的那個部分 其實我們都知道 貴敏你特別會清楚 我們從到台灣的那段時間 然後逐漸逐漸的軍政訓政憲政 然後民主開放最後解緣 這段時間是很不容易的 在全世界的民主國家的過程中間 也很少有像我們這樣沒有經過很大的 那種對抗衝擊 雖然它有街頭抗議 但是它畢竟就是一個文鬥 不是一個武鬥 所以在那些情況之下 台灣的從第三壘到本壘的這一段路 忽然停止了 2004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加入跟參與政治活動 你說我們兩個都是意外的政治人物嗎 我們都是在外面旅行了很久 然後回到自己的本鄉本國 希望能夠有所貢獻 然後忽然之間在某種情況之下加入政治 為什麼2004的紅山軍 2006就是319跟紅山軍 04跟06這兩個大的運動呢 其實都是台灣的百姓 明治已開的台灣百姓 在當時的媒體環境之下 能夠得到真實信息的媒體環境之下 去自發自覺的決定 我要把我自己國家的命運要回來 所以當你跟這些明治已開的百姓 一起走在街頭的時候 你一定會有一種承諾 你一定會有一種責任感 就像你現在做政治 那我2004年在319之後 後來去參與選舉 因為就是我們覺得 3月的凱達格蘭大到那時候 大家的承諾和對一個民主國家的想望 怎麼可能消失 或怎麼能夠讓它不見 所以如果你看到今天的話 現在的民進黨政府就是在蔡英文 他也是一個讀法律的 他在小學初中都跟我同一個學校 大學也是同一個學校 學校中間有一點點往來 我想像不到他一個法律人 可以容許在他當領導人的這一段時候 讓台灣整個的從憲法開始的法制環境 一路下滑 你剛剛講的憲法 這就是國民黨 民進黨所謂的這個爭鬥的一個核心 那婦聯會是一個民間組織 會被繳入這個 就是因為民進黨藉著它的立法多數 它設立了一個又一個違背憲法 對人民承諾的法律嘛 今天哪一個政府可以設一個 所謂的黨產條例 給予一個機關龐大的司法檢查權 以及行政權 它可以認定你是你就是 它認定你不是你就不是 它決定要沒收你的財產 你的財產就會被沒收 這個難道不是憲法保留嗎 它怎麼可以用法律來訂定呢 更何況原來訂的還是個條例 這件事情這個訂了 然後接著他們訂的促轉條例 給予一個機關 一個龐大的幻想出來的 修正歷史的權利 等到它應該要日落的時候 又把這些權利上綱 融合到整個行政院的體制 這是你們現在在立法院 還時常得要奮鬥的那個部分 更何況哪一個民主國家 可以藉著說 我們要讓政黨公平競爭的機會 去regulate 去管理政黨 它最後政黨法 去給了內政部一個部會 政黨是憲政層次的 它給了一個部會 去撤銷100多個政黨 40多個政治團體的權利 而且他們就真的這麼幹了 好 所以你現在看著民進黨 行貿去侵犯了人民的自由 使人民不自由 所以我們成為一個不自由的民主 像宋美玲講經國是國民黨 三位一體的體制的 統治結構 我相信很多的法律人 學法律的人都知道 其實這個不管是 我覺得民黨最厲害的一點 它是打著民主 反民主 我們先跳脫 憲法的規定上面來講 憲法裡面其實規定的很明確 它就是以人民為主 它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我們就算是 你不要去談說 我們的五權憲法 你看到西方國家 自由民主社會 它一定是三權 它是分開來 為什麼呢 因為是民主國家 所以你一定要有制衡 剛才學姐提到的就是 你怎麼能夠讓行政權獨大 有一個行政權它是決定了 甚至把司法權也設計給它 對 所以有沒有在民主國家裡面 有這樣的體制 其實它是非常明確 它其實就是沒有這樣的一個體制存在 所以我才會講說 它是打著民主 反民主 但是民進黨很厲害的一點 它是會設計遊戲的規則 它透過遊戲規則 把你框下來之後 如果你不去看權貌 然後你只有去看單個的條例 比如說它講促轉 促轉你會覺得很奇怪 它為什麼只有規定威權 既然是這個轉型正義 它就沒有所謂的只有威權 日據時代的時候也是一樣 也需要轉型正義 所以你如果真的是轉型正義的話 你應該要回溯到日據時代之前 然後再講說黨產會 你如果去看行政院組織法裡面 有沒有這些的組織 其實它通通都沒有這些組織 那你講說我可以隨便訂一個法 當然不行 如果你可以隨便訂一個法 隨便去設立組織的話 你還是要行政院組織法幹什麼呢 對不對 所以邏輯上面來講 我覺得法律人在看這件事情 它邏輯上面其實是非常非常明確 只是說因為現在民進黨在國會裡面 它是多數 所以包括今天 今天這個在審這個大法官 你有看到民主國家裡面 是有這個所有的大法官都是 同一個人 沒有 真的沒有 平民任命的 所以那再回到就是說 婦聯會的事情 其實我有一點點接觸 原因是在哪裡呢 是我是原來 因為這個內政部的這個政黨的 這個等於是這個委員裡面呢 它是按照政黨的比例 所以我是當時 我是記得我是代表這個國民黨參加 這個內政會的這個政黨這個審議委員裡面 我們有沒有提到這個婦聯會的事情 其實有 然後呢 很多的綠營的背景的學者專家 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他也提到說 你不能講它是一個這個覆水組織 我講的是實際上面的這個情形 在內政部討論的時候呢 他講說 他就是一個整個歷史的一個 因為是蔣夫人 你不能夠 就像我們講說公司法裡面 你也不會講說 因為這個配偶 他自己開了一個這個公司之後 你就說它是關聯企業 也不會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呢 我要提到說 因為當時我在這個審議委員會裡面呢 那當然有表達意見 表達意見之後 我發現出來的會議紀錄的部分 你表達意見沒有 所以我就要求說不行 你知道別人我不管 但是我的發言的部分 你必須把它逐致出來 結果你知道它多有意思 他覺得我太麻煩了 所以呢 就不請你當委員了 對 不是 他不只是不請我當委員 他是提前把 我們不是有任期制嗎 我們任期制呢 就我任期還沒滿 任期還沒滿 在跨越的選舉的這個期間 他就講說 那現在呢 因為這個 我記得是20 好像是2020年的那次的選舉的時候 但我們任期還沒到 他就說因為從精選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提前 可以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 明麗娜她可以這樣做 你剛剛講的是一部分 還有一部分就是 像你一樣的法律人 有很多人他們走到那個位子 然後就忘記了他的法律人的訓練 這也是讓我們很遺憾的 我還不是光是講說大法官層級 那些人他們在釋憲案 因為是所謂的小法官提的釋憲案 在我們北高行審查的時候 審理的時候呢 小法官 我放在引號裡面 他們並不小 但是跟大法官比他們小嘛 所以所謂的這些小法官 他們自己坑稱自己是小法官 這是他們開玩笑講的 說他們覺得這個 導管條例有違憲之語 所以他們就提了釋憲案 可是你發現 在上面做的那些人呢 很多人當年 這個導管條例就是他們寫的 他們立的 或者是他們因為自己的榮華富貴 他就忘記了他的法律訓練 所以最後那一次的釋憲 在我看來 其實一定要做範本的 是因為他用拒見法的方式 只去解釋了所有的定義沒有違憲 但是因為你這個定義之後 所產生的對於人民憲法權利 侵害的後果全部存而不論 沒有解釋這個部分 可是他講了說 哪些哪些哪些是核縣的 就給了大家一個 整部法律都是核縣的一個印象 使得這些引號裡面 我還是放在引號裡面的小法官 因為他們現在還在審理 還很可能因為做正確的事情 被這個法律結構裡面 其他的那些人壓迫 所以我覺得保護他們是 是其實非常重要的 他們還是在積極的說 好你們現在都這樣說的話 你就把我 有疑義的部分 你存而不論了 拒見法了 留在這裡 還是要我們來依法來審理 所以他們得要回到 法的體系裡面去解釋 從法的體系原則 跟體系正義裡面 去決定他能不能判 那對於他的壓力是核其之大 這是民進黨我覺得很厲害的一點 在媒體上面 他運用了NCC在上面蓋了一個帽子 所以讓這些其他的媒體呢 自己會拿一個紅筆 把這行這行這行畫掉 因為他知道哪裡是危險的 在法律上他用大法官司法院院長 蓋了另外一層帽子 讓其他的法官知道說 我如果真的要這樣判 可能我永遠不會升遷 我的希望就沒有了 他們要想想看 我如果要做這件事情 我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他可能也要畫條線 所以現在他用這個上面最高的位置 從蔡英文總統 我也可以叫他學姐 從我的學姐蔡英文開始 他放下來的這個帽子 是以一個法律結構 來載制人民自由的一個帽子 這是我認為 我認識他這麼多年 他作為一個法律人 然後現在作為總統 對於台灣最不負責的一件事 對 所以我們剛才學姐提到的 就從婦聯會的部分 然後從我自己的親身的經驗 參與這個政黨審議 這個委員會裡面 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實際上面民眾看到的實情 跟我們在裡面討論的 事實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可是婦聯會只是其中的一樁而已 我們看到這個NCC的這個部分 NCC部分我們他現在已經是連久敗 連久敗的情形 其實在整個的司法體制之下 其實是很少見的 通常來講 只要有一些廉恥心的這個人 通常碰到這樣的情形 發現就說 大家一直請他下台 他好像沒有聽到 他沒有 沒有 他聽不到 他是故意 故意聽不到 可是我就要請教 尤其是學姐是從媒體出身的 那在這個媒體裡面 也是這個歷練很多 那怎麼看 因為我們看到就是說 不管川普跟這個CNN之間 他有什麼樣子的一個對立 跟一個衝突 可是我們看到CNN也沒有被關 所以我們 也沒有被關台 因為他就是一個媒體 他就是一個第四權 所以學姐要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於這個NCC 從一個媒體人的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現在這個NCC已經面臨這樣的情形了 其實我覺得叫他 光是叫他下台 甚至民意很多的這個民間的這個是講說 那是不是乾脆就把NCC給廢了 對 因為我是從媒體的理論開始念的 所以說這不光是因為我在實務上面 我在ABC的時候跟FCC跟FTC有很多的往來 因為我也是負責媒體跟政策銜接的部分 但我原來也是念政策 台灣學了美國的FCC 試圖要做一個NCC的時候 是第一版 那個版呢 是說我們找一些公平公正的第三人 大家可能記得蘇永青是第一個委員 他本來是學法的 他不是媒體人 但是他有一個法律的結構的基礎 所以當時的第一版是用 在政治妥協下呢 是用政黨去提名的比例 可是全部都是非政黨人 那他們具有一定的獨立性 等到民進黨覺得這個對他們不利的時候 他們就把第一版廢了 要求去做NCC的第二版的時候 把它改成了一般 他的主委主任委員是用任命的 他已經不是獨立了 當你可以任命那個頭 你去任命那些委員的時候 不管你有什麼獨立的表象 就是你化妝起來好像獨立 你事實上是絕對不獨立的 因為一定是你輕點的 御用的某些人 所以今天NCC的結構 在我看來已經無法救 他因為是從哪裡承襲來的權利 他就對那個權利效忠 所以他沒有獨立性 那既然沒有獨立性的話 讓他們來管媒體 一定是管得荒腔走板 因為媒體和言論自由 不僅是自由之一 它其實是西方所有民主的最基本的根基 沒有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從英國開始 沒有言論自由和這個媒體自由的話 你就沒有後面 人民一直一直不斷地 向有權利者爭權利的這個力量 所以現在的NCC哪裡可以叫做什麼獨立機關呢 他老早就不是獨立機關 他也不能夠叫CC了 他不能用這個名字了 他跟我們從美國所引進的制度 向他非常非常遙遠 所以無論是現在這些黨產會 NCC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民進黨政府 所創立的這些新的機構 其實如果有朝一日 我們回到真正的憲政基礎的話 他們都是應該被廢除的 因為他們違背了原來 保障人民權利的那些基本原則 違背了我們的憲法權利 從第11條到第14條 甚至到了比例原則的第22條 全部違背 所以簡單來講學姐的意見就是說 其實與其有一個會製造麻煩的一個機構 乾脆就是沒有 與其會聽命某些人的機構 你不如真的回到了由 像美國的話 它是由市場決定 如果大家不甘心的就去申訴 那它上面的這個組織 就是做一個申訴的仲裁者 它不是一個方向的指導者 它也不是一個那個權力的行使者 它是一個仲裁者 對 這個非常 可以安全一點 對 這個非常非常的明確 那提到就是說好 那這樣聽起來 釜底抽薪的唯一的一個辦法 就是政黨輪替 那政黨輪替其實也是我們在 最近其實大家都 大家都已經受不了了 因為這個不管是這個 我們講說六缺啊 七缺啊 等等的這情形 而且台灣的基礎建設沒做 財政紀律不髒 然後經濟蕭條 然後我們看到國際的局勢 我們的行政官員 對於國際的局勢 不知道是假裝不知道 讓我們日益危險 對 然後通膨的這個危機 然後再加上我們每一個人 國人的負債累累 但是他居然還講說 你的這個美戶的這個財富所得 有一千多萬 然後那個民眾講說 奇怪 為什麼他沒有 是不是他拖累了大家 好 但今天呢 有個最新出爐的這個民調 那政黨要輪替我覺得很重要的 一個就是說 他得不能夠只有是一個夢啊 他得去讓能夠讓這個政黨 是真的能夠輪替 如果再不輪替的話 那基本上面來講 誰造就了 原來我記得在國民黨執政的 這個時期 那個時候呢 我們這個在國外呢 它是IT 因為我經歷過1990年 尤其像許姐剛剛前面提到的 我們參與這個VC 然後參與矽谷的很多的 不同的這個 要引進各種的資源 對 你知道 那個時候是 台灣在國際上面來講 它有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角色 而且今天半導體的產業 也是那個時候 今天我們還在享受 這樣的一個成果 可是 如果我們這一次的選舉 接下來明年的這個選舉 如果我們不能夠達到這個 政黨輪替的這個目的的話 那當然這個 我們現在講說 不但現在的所謂的憲政的危機 它是持續存在的 它可能會造成的結果 是我們繼續的往下沉淪 學姐今天是不是可以 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說在今天最新出爐的這個民調 到底它的可信度是怎麼樣 因為我不是民調的這個專家 但是我也沒有選舉的經驗 但是我在看這個民調的時候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來講 就是在提名之前 你會有這個民調出來 可是你在看到的這個百分比 怎麼能夠差異到 這麼大的一個這個差異性 就讓我懷疑就是說 你是現在的民調是對的呢 還是說以前的民調是對的 因為這個期間來講 並不是一個太長的期間 你怎麼有可能在這個這個一個月的 因為我記得5月17嘛 5月17到現在為止這個 就差不多一個多一個月 一個月有在國際間的這個民調 如果你的民調是完全就是正確的話 它的這個差異性的比例 有可能會drop這麼多嗎 我知道就是說雷劍 就是學姐 基本上來講 以前還負責過在國外的部分 負責過這個民調 然後這個裡面涉及的這個 這個業務的部分 不僅僅是金額很龐大 而且這個整個的這個架構 其實也是非常繁複的 所以今天也剛好藉這樣的機會 這個學姐是不是跟我們討論一下 民調是我的第一專長 第一專長 但是我先回應您剛剛講的 大家看民調的時候 特別要注意兩件事情 因為台灣現在媒體有的時候 它會亂比一通 如果你是不同機構的民調 你不應該要在不同機構的民調的時間點上 互比 因為它比較 我看了我就覺得好奇怪 比較重要的第一個是說 因為每一個它的設計 跟它的方法都會有一些不同 它的問題會有一些不同 所以你數字不要比 那比較重要的是它的reliability 就是說同一個機構的長期 所做的民調呢 它中間的那個趨勢是可以看的 OK 那第二個呢 是在這個趨勢中間 你把兩三個不同的變數 拿來做交叉分析 像我們做比較複雜 我們還要做回歸分析 做regression這些 做那個時間序列的分析 你來分析以後呢 可以讓你理解它為什麼會變 那台灣現在很少人寫為什麼會變 它是說今天20了 明天17了 前天35 那你剛講的第一個問題是正確 如果說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有這麼巨大的變化的話 通常就是有一個重家的事情發生 那現在你看媒體就會說 是因為什麼幼稚園事件啊 什麼他們要倒回去去找一個理由 但是若是它沒有真正的方法論 沒有做回歸分析 沒有做cross tabulation 沒有做這些時間序列的 確切的去確定的話 這些都是猜想 我們今天一直告訴觀眾朋友 你自己要有結構 然後你要能夠 能夠濾過那些 試圖影響你的雜音 不過我們今天看到這數字中有幾個 還滿多 我們用這個杯子來放一下好了 這好像是今天早上所發布的 對 今天才剛出來了 那所以我就光把那些 有至少兩個不同的 那個變數的圖拿出來 就它怎麼樣我就沒看了 這個第一個有兩個變數的呢 是跟年齡相關 就是這三個候選人 目前他們在年齡裡面 你可以看到侯友宜 他現在不可承受之重呢 其實就是最年輕的選民 他跟他兩個對手相差得非常遙遠 所以我們從中間可以理解一下 他的挑戰在哪裡 可是他還有另外一個 讓大家很意外的 應該是女性 就是說你很難理解說 為什麼侯友宜在女性這裡會這麼差 因為按照他現在的樣本空間的話 超過了3到5 他就應該算是一個 significant 有意義的差距 就女性的候選人 他跟這個跟23 15跟23 15跟29 這個比較是差太大太大 所以他在女性候選人中間 他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他在什麼地方讓女性的候選人 兩組的配對都是女性的候選人 那國民黨這裡呢 他們放了郭台銘 作為一個策略 我覺得我們其實也應該有個女性候選人來做對比 因為看起來非常明確的 這個侯友宜在女性候選人裡面差非常遙遠 但是我不認為只要女性 她就是合適的候選人 必須要真正的她用她的特質跟專業 能夠為人民服務的 所以這個東西還是可以考慮一下 可是你仔細看完以後 你會發現呢 在年齡上面 這地方稍微會有一些改變 還是不動的 在年齡上面呢 加上了黃珊珊的柯文哲 她更強 因為在年輕的這一代 那年輕的這一代 在我們念社會學裡面 就是世代會交替 他們會一直長大 然後老的人會逐漸消失 所以他們越來越強 所以這就是國民黨不可承受之咒 但是很高興的可以看到 民進黨的年輕的人跑了 跑了 所以過去那些 從林非凡的這些世代的人 跟著民進黨的人 我很希望他們有一種正義感 去看看現在的民進黨 這些吃香喝辣的 青年世代的領袖 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領袖 其實我覺得這個數字還蠻值得看 下面呢 就是第一個好消息 就是說如果郭台銘先生出來的話 他解決了一部分他的女性 剛剛那一張圖只有15% 就是說侯友宜讓女性 不信任這件事情 因為15實在是很低 跟別人比起來 郭台銘能夠很有效的 能夠把他拉上來 這樣的拉上來 也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差距 所以這是侯郭的一個正面的故事 很正面 可是另外還有一組呢 是現在台灣有很多人 正在進行的叫做侯科 叫藍白配 那藍白配 當然他就拉了阿伯的年輕選票 然後在這個女性這部分呢 又再度的把這個蕭美琴 因為蕭美琴其實在他的政治生涯裡面 他並不是一個婦女領袖 他就是一個台獨領袖 所以他在婦女的這一票裡面呢 並沒有一個鞏固賴清德的力量 反而是阿伯這一組呢拉上來 這是很新的一個民調 它會繼續發生 那以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大家可以去track他 就是跟著這個民調 同樣的方法論 同樣的人 同樣的問題 你可以去track他 但是我們已經看到了一點點的趨勢 那他下面需要做的是 在每個重大事件的時候 我們要看的兩個效果 一個叫primacy effect 重大的效果 另外一個叫recency effect 就是現狀的效果 很近的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 很近的事情 就要譬如說裴洛西來 現狀很立即的事情呢 就是譬如說他突然間 提名了他的副手 然後這種東西都會影響民調 那到時候可以繼續的去觀察 但是我還是希望觀眾朋友 不要因為媒體 把不同的媒體放在一起 然後告訴你說這個那個 讓他做黃金交叉 你就相信他說的 因為他中間很多是 違背了方法論裡面 讓你可以比較的基礎的 今天非常感謝雷倩女士 謝謝這個學姐 跟我們做這麼精闢的分析 讓我們在這個第一時間 拿到這個民調之後呢 能夠可能解決這個民眾 對於這個民調 跟以往的這個民調 他的這個差異性 今天非常感謝這個學姐 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那麼我們特別呢 在今天呢 把這個雷倩呢 對於整個的 不管是台灣的這個 整個體制 跟這個國際間的這關係 還有就是說 從他過往年輕的時候 到他的這個 從政的這些歷練呢 用很短的時間呢 跟大家摘要跟大家分享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禮拜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